近日,新浪平台也站在吃瓜第一线,开始评选娱乐圈顶流明星的段位。 其中有三位入选黄这个段位,肖战霍平、战黄,在圈内的影响力无庸置疑。 值得一提的是,同时入选的还有龚俊和王俊凯,暂且不说这样的段位是否合适。 这几位毫无疑问都是优秀的实力派演员,成就突出,经典作品也非常丰富。 据新浪平台透露,肖战的段位是战黄,共有三位艺人入选,还有龚俊和王俊凯。 不仅如此,王一博、易洋千玺、王鹤蒂、蔡西坤、杨幂、伊丽热巴、杨子等也都有自己所谓的段位。 综上所述都是娱乐圈里至少可热的实力派艺人,在娱乐圈里的地位举足轻正,个人觉得不应该有所谓的段位,多多少少存在本杀。 这也是粉丝们不去关注的主要原因,作品始终都放在第一位。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,大家纷纷表示并不在意,只关注艺人的作品。 于是都在评论区里安理喜欢演员的作品,呼吁网友们多关注。 对于肖战来说,肖战本身就是一位实力派演员。 经典作品非常多,历史沉寂就不说了。 成为了过往的辉煌,接下来的肖战有玉骨遥。 佳阳帮我和闷中的那片海三部新剧。 希望早点播出,期待已久。 总之,地位,段位什么的。 不值得关注,只是希望演员们可以顺利安康。 特别是过年啦,新年新气象,一定要顺顺利利。 肖战拍戏可以放一放,多陪伴家人,这非常重要。 肖战未来可期,期待见面。